Q 可是我覺得 嗯 我覺得自己好像很幸福耶 就三三有幸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在跟他一起學習 然後成長 以前呢 我只覺得說 行善就是自己很默默的付出 然後沒有想到說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以前就是 在路上就是看到別人 可能很仔細啊 他們做關懷的活動 但沒有想到有一天 你可以去 照顧到別人的心理 然後安慰到別人的心理 然後我也感謝文華 因為他把我帶進這個 音樂世界 以前我都是自己默默的練習 然後自己彈自己喜歡的歌曲 然後聽自己喜歡的音樂 然後覺得自己這樣就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一直很感謝他 因為他讓我走入了你們的 每一個人的 心理之間 然後世界裡面 我們在這短短三個小時裡面 我就感受了很多 因為我認識你們每一個人 然後就夠了 我們看妳看透了嗎 沒有 我一直覺得 我以前我把我的筷子帶給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明華 然後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 文華跟文華 是兩個華 中華民國有希望 在風吹風吹裡面 真的很重要的 對 一個位置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 還有 當然大家都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是小小的 找了誰就不行 然後 更不要說 李玄大哥 自己只是放音樂 其實我覺得錯 你也很重要 沒有你幫我們放音樂 我們怎麼吹 怎麼可以安安心心的上台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三天的公益活動 那兩天是不同的 那兩天是不同的 海北醫院呢 我講的就是 就像我以前 經過文 我就是常去 那兩三天 那你也感受到誰 其實我也覺得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 那只是我下來 下來以後 我看 欸 蠻多人的 心裡也蠻開心的 那但是安陽那個文明是一樣 因為為什麼 他就在你面前 你完全跟他互動 剛開始我嫩了一下 我覺得 我要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那他不給我反應 他不給我回應 那我心裡想說 欸 不行 我要慢慢調適 對 剛開始我就覺得不習慣 會覺得我在跟你笑 在跟你玩 但是他完全沒有反應 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欸 不要慌 沒有關係 我們就自得其樂 然後他也會樂在其中 那當演奏 我們大家都表演完了 然後我就看到 有些他們都閉手欸 我們已經進修一室了 他們還在外面欸 然後跟我們要補 有個阿伯 跟我們要補 那甚至他的家屬來了以後 家屬也都很開心 也跟著我們唱歌 跟我們最後那一首 跟我們一起唱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一直走 然後走出來會覺得 哇 他們還在那邊 那現在有人看進去 是哪有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 結束以後 我們到樂森 樂森 樂森就有感覺不一樣 聽到我踏進去的時候 我會覺得 哇 那個柳暗花女 又一村 好美的地方 要叫重點 但是 你想住那裡 真的 我就覺得 好美 那個花開得好漂亮 感覺自己很想 就那些花大像 結果文華 根本都是拍我們 然後 寧華 寧華那種不拍我們 還拍花 哈哈 好生氣喔 那些 然後 然後 那裡就是 鳥叫 同名 真的 然後就覺得自己好像在先進裡面 但是當你聽了一些故事以後 其實我那時候是正 比較適合 我那時候正常不知道 然後 我覺得 文華中的講師 可能 還有生意系統啊 找鼻子沒有啊 哪邊 突然 手腳 哪邊不行的 那我才很震撼說 叫他要讓我有心理準備 他說 因為如果你看到的話 可能你沒有辦法去調適 那我心裡也有問題啊 那我聽到一些 一個一個 覺得讓我 心裡感受很深的一些故事 因為我會覺得 在一道一道的情牆裡面 它是這麼的 美的一個地方 但是 住的一些人 那他們 他們的故事名字 他們沒有親友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運氣 還經常 所以我覺得 很難過 對啊 我覺得好可憐 那我不能再講了 但是我剛剛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地方我一定 還會再來 而且我要給他們 我要讓他們快樂 你這樣 我不講了 謝謝 我這麼多 的